因为他们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他们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污染 那么我倒是觉得应该把核飞料都送到台店去 洋美族的郭建平为了赶走核飞组成厂 持续反核运动二十多年 不过到目前核飞料仍然存在岛上 让族人在生活上持续受辐射的威胁 十星大学原住民青年主动站出来 关心兰与核飞问题 发起了反核飞料三部曲活动 二十三号下午首部曲现影纪录片播放 让校内外失声 世贵人士 学者及洋美族人 共同来探讨反核议题 这些学生就是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 就是对这些历史是不了解的 很多的理由原因不了解 然后对里面的核飞料 就我们充满了矛盾跟疑问 对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我们想要就透过举办活动 让更多的年轻人或原住民年轻人 可以知道说这些一直都存在的事情 这部纪录片《岛屿边垂》是一位导演 发现到台湾原住民族的权力 发生有偏弱的趋势 因此深入蓝宇花了三个多月制作而成 当时影片中的主角郭建平 正是主要的蓝宇反核领导人物 如今反核的意识 也已经传承到他的儿子身上 因为蓝宇并没有用核电 然后他们一直说核电是核废料是安全的 没有影响 那你们在用核电为什么不要直接把核废料 就放在台北 你们说没问题 为什么政府不要把它放在台北 对啊 我们也没用核电啊 凭什么用剩下的废料丢我们家 透过纪录片将台湾边陀地区的亚美族人 致近人受到与核废料共存的不公平待遇呈现出来 让现场超过五十位北部的大专学生 都前来关心 就是要把反核的声浪继续推动 记者阿布斯朗阿鲁 台北市采访报导